主要问题是在于哪呢 在于中国这块数据呢 从2010年到2013年的数据都是有缺失的 都是NAN值对不对 有一个NAN值的话呢 前面那一部分呢 肯定是汇制不出来的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汇制XX的时候 -XChina和-X其实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是取的是同样一个DF里面的index 对吧 所以他们index这里肯定是一样的 不需要做任何的调整 那么我们就看后面那一部分 看后面这部分数据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整体来看的话呢 这个形状是一样的 有没有发现 就拿这个黄色线开始这一部分 线是一样的对不对 线是一样的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 整体来看这个黄色这个线条呢 都是黄绿色线条上面呢 往下移动了一部分 对吧 最高值最大值比对方的低 然后呢最小值呢 比对方的要小 是不是 好像大部分是这样 特别是几个 比较尖的地方 比较突出的地方 都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是前面一部分是这个样子 但是在后面的时候呢 又差不多比较吻合了 对不对 后面这部分 差不多比较吻合了 那可能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可能在前面的时候 比如说从这个开始到前面的 从这个点开始到前面的 这个设备呢 不是特别好对不对 测出来不是特别精确对吧 所以整体的值呢 都是比较偏低的对吧 那当然呢 也有可能是这个 人为对不对 拿了一个喷 喷水车 一直不停地喷了对吧 那后面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后面这几个线条 这里面呢 几乎是看不到蓝色线条的 说明黄色线条 已经把蓝色线条 全部覆盖了 所以他们的样子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能看出来 到后面一部分的时候呢 这个黄色的这个线呢 其实它的极致呢 是要比蓝色线条要高的 比如说这这这这这 这一系列的全部都是比 男性的要高的对不对 这差不多是从 2015年中旬开始 5月份开始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对吧 而从这也是一样的 2014年的月底 2015年初对不对 那通过这个图 大家还能看出什么呢 这里有几个比较高的点 大家看发现没 12345 这比较高点都是什么时候啊 大家有发现是什么时候吗 差不多是每年的12月底 发现吧 这个地方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地方 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 也是在12月的位置左右 这个地方也是在12月的位置左右 这个地方也是在12月左右 对不对 差不多都是每年的12月底呢 这个PMR5特别严重 对吧 就是雾霾就是在冬天嘛 对不对 雾霾就是在冬天 所以说呢 冬天的时候呢 这个PMR5确实比较高 那么什么时候比较低呢 什么时候比较低呢 年中的时候 对不对 年中的时候 6月份左右 对不对 5 6月份左右的时候 还是比较低的 对吧 应该是5 6月份的时候 6 7月份的时候 这个时候比较低的 那么在年底的时候 也只是比较高的 对吧 那么正是我们 通过这个数据呢 汇出来了 是中国和美国的 这个PMR5的形状 随 希望的一个变化形状 所以这个事情呢 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只不过用到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什么呢 叫一个resample这个方法 那么后面汇图的方法呢 我们前面都用过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主要resample这个方法 所以在当前我们学习这个 潘纳斯里面的时间 字不串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是 我们DataTime PT的 DataTime 能够把一个时间字不串 直接转换这个时间内心 把时间字不串 转换时间内心 PT这 ToDataTime 那么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如果说我们这个时间 是分开的 像这个样子 是分开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 Period.index这个方式呢 能够把这个分开的数据呢 能够转化成一个时间段 然后把它合并到一起 转化这个时间内心 之后的操作呢 resample也好 然后呢resample之后呢 就平行值同一个数 也都是非常简单的 那当前呢 我们只汇出来了 这个北京的这一个数据 那么当然的话呢 我们要汇制 这里的其他成型的数据呢 也是一样的操作 对吧 没有什么太难的 我们把当前这个代码呢 打包成一个方法 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 对不对 好就是这个地方